在外面偷吃以后啊 这几个地方会迷信变相 看他也有啊 俗话说话啊 在感情上呢 男人通常是走神 而女人呢 不走心 所以当一个女人被叛了 那么也正是她的心 不在你身上的失望 但是啊 又因为 过于现实的压力和社会的疑问 女人呢 也不敢贸然的所谓自婚 就是一边玩火 一边欺骗伴 可是这个世界上 哪里不投风会墙呢 才让人不知 那除非你几末为了 所以啊 今天 欣姐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女人在外里偷心之后 哪些地方会明显变相 那首先第一个 也是夫妻生活的欲望 一个变相 夫妻生活 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需求 同时呢 也是增进感情的调味品 就像是吃饭喝水一样 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女人在外面 有了别的男人 那她的需求呢 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因为她把这种所有的精力呢 都花费在了其他的男人身上 这就好比上 你吃撑了的时候 你还会想去吃其他的食物呢 第二个就是 包吾性和变相 那家庭之间啊 经常会因为一些 所遇的小事情 去小吵小闹 这个是再正常不过了 那彼此呢 基本上也都能够 做到相互的去包容 去理解 可是当女人 被别的男人所吸引的时候呀 这个时候呢 不管你做了什么 只要是稍稍不分她的意义 那她呢 就会对你打发贴气 甚至啊 只故意去刁蓝你 这最后一个呢 就是接电话的时候 声音会变相 那女人呢 在背叛办理之后呢 会和外面的男人 属于房子往来 平时呢 也会加班机会 作为网规的借口 即便是回到家里 男的手机 也是不与手 接电话的时候呢 就会回避掌数了 甚至是躲到 卫生机里边去接听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但凡你去问她一句 她就会说 你明是女鬼 殊不知呢 这正是她的心理 有鬼的表现 男人呢 你们聊起来吗